冠名播出的谈谷论金节目 上谷派APP看专业视频直播交流投资心得 我是丽婷 在经过了上周二的大阳线之后呢 A股似乎是又陷入到了指数与成交量 双双逐底走低的一个状态之中 特别是中小创指数啊 几乎已经是将上周二的阳线尽数吞没 那么到底A股会否再一次进入到 长时间的调整之中呢 主板又会否再一次考验下方缺口的位置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来分享一下 他与今天在场的嘉宾们 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你好 朋友们好 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应该说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 成交量再次出现了一个低量水平 那两次如果相加的话 那这个成交量已经回到了春节之后 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时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水平 可见市场的一个成交量 萎缩已经到了 基本上是几点的位置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顺势而来有一个问题 就要摆上一时的成 第一量以后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 那有人说变盘到底往哪个方向变 是往下还是往上 但我们这边是期待的是往上变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其实第一量是反映出投资者一种心态 是非常的低落的一个状态 才会在市场上当中反映出来 不愿意去做交易 甚至不看盘了 造成成交量的萎靡不振 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谈这个市场会往上反弹呢 那我想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 从年初的这波行情是怎么来的 其实年初的这波行情 是从去年十月前后 开始市场不断的一个活跃 然后起来一波行情 那么当时的一个成交量 也是反复地量水平 那么当时的一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 我记得去年十月的中下旬的时候 不断有高层一行两会 包括副总理对股市喊话 市场渐渐开始起来了 经济数据一度也很差 大家也怀疑这怀疑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 一个GDP做了一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一季度的GDP 跟四季度是持平的 对不对 经过一轮上涨以后 的回落没有回到原点 甚至2月25号的缺口 到现在为止 经过四次考验 一直没有把它完全补去 你说它强不强 也有人说这个是弱 你看一次又一次的往下刷新 你数数看 2838 两次2838 后面28多少 2833破了五个点 然后在上周的周四吧 还是周五 2822 总共往下刷了16个点 用了多长时间 20个交易率 一直刷不下去 要我看这属于在这个位置 多头暗暗的不愿意往下走 才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那刚才说跟去年这个时段做相比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两周时间 一行两会的领导 也不断的对市场进行喊话 包括本周日 本周日证监会召开了头部七家券商 以及基金公司的一个会议 那会议的这个新闻我们不去读了 很简单的传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要让银行给这些头部券商 给他注入一定的一个流动性 而头部券商呢 可以对其他的费营机构 释放进一步的一个流动性 那这样一来毫无疑问这个消息 是对头部券商 对券商本身就意味着是一个利好 还在政策不断的一个发力 只不过呢 今天好像市场 比如说券商板块吧 有点表错情的一个感觉 明明这对头部券商 是意味着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好 但我发现啊 市场似乎拉的时候啊 是小券商更积极一些 当然回过头来讲呢 目前的一个成交量水平 你让头部券商 它的一个反复活跃呢 很明显 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券商的这个会议 但下午呢 你看市场威蜜不争的时候 它几度是接近什么 上午高点的位置 说明它也是非常的顽强 除此之外 消息面市场马上能够在 板块当中去寻找到一些落脚点 我想有一个板块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轻耗素啊 当年呢 图悠悠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市场非常火爆 来过一波 今天又来了一波 又来了一波 什么原因呢 因为轻耗素啊 时间久了 发现啊 开始产生耐药性了 还是咱们的图悠悠 带领他的一个团队 把这个耐药性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研制药品这个东西啊 要经过长时间的临床 一七二七三七 然后才有可能临床 所以这个呢 可能时间上还有一段时间 当然图悠悠这个团队呢 很有本领啊 不光是轻耗素质灭剂方面 现在呢 是这个有了一个新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方法 同时呢 对于像红斑狼窗啊 这也是世界性的一个难题 也已经开始进入了临床二期 所以今天市场看到这条消息以后 非常兴奋 这个轻耗素板块 一下子就吵了起来 并且带动了中药板块 甚至像抗癌药物等等等等都起来 当然这个板块呢 我个人觉得偏小 你要想带动整个指数上来的话呢 有点难 除此之外啊 今天下午还有啊 像广电系 下午后一波拉起 还有像人造肉啊 也是一波拉起 种种迹象表明啊 多头似乎在这个位置啊 还不甘心 不愿意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消息面能够有一个明朗的话 那么这些条件存在的话 对于市场来说 未来向上并不是这个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市场 现在我们还是要打住精神来看 下面这个缺口 如果这次往下补 还是补不到的话 那很可能意味着行情就会起来 另外还有一点 大家都数这个时间周期啊 从3288点数起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五一结后 这个横盘的时间有多长 有没有数过 我们不妨今天也给大家数一下啊 这个横盘的一个时间呢 我把图清一下啊 再来看啊 那很明显是下了一个台阶以后啊 在这个位置呢 横盘的一个时间已经非常久了 久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已经整整30个脚盘了 那我们知道 菲伯那切数列啊 没差几天了啊 可能还可以提前一天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很可能本周就触及到 这个横盘的 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变盘时间 会不会在这个变盘时间 发生一些什么 事件性的一个刺激 市场兴奋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很可能 我们说上周二的这根阳线 没有完成把前面 2956的一个高点拉下 那么本市因为回挡不够深的话 往下一串 很可能就会碰到啊 但这个只是目前 结合市场盘面的一个分析啊 待会呢 我们要请出场内的一个嘉宾 一起来探讨一下 先看一下咱们编导 给我们准备的市场热点信息 来 今天上证指数全天呈现横盘震荡格局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2887.62点 上涨0.2% 深圳城指报8780.87点 下跌0.33% 创业版指报1442.35点 下跌0.8% 两市合计成交3357.08亿元 创与4个月新低 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 人民银行对服务现役的农村商业银行 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分三次实施到位 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二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 释放长期资金约1000亿元 在此基础上 为对冲税期 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的影响 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 人民银行于2019年6月17日 以利率招标方式 开展了15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 经国务院批准 2019年财政部将在境外 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限定于6月20日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招标发行50亿元人民币国债 具体发行安排 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据了解 沪深两市共有436家A股公司 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从统计来看 共有185家公司预洗 占比42.43% 就目前的披露情况看 食品饮料 建材 建筑装饰 电子 电器设备 化工等板块 上半年业绩增试洗人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厂内的三位嘉宾 江琪 丁伟明和王子峰 江琪今天又创地量水平 那么这个地量会不会出现像 类似像上周二 这样的一个大阳线 近期有可能出现吗 来 先说结论 我认为第一个短期会改变盘整的区间 第二个我个人偏向于是向上的 偏向于向上的 那老丁呢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地量准备 肯定会引发变盘了 就是近期日 那么我的观点也差不多 就是变盘的可能性向上 可能先往下摔一下 也可能是个假摔动作 这次往下摔 也是假摔的一个动作 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向上 那志峰呢 大的观点不变吧 中期等待短线出击 但是作为今天这个地量上来讲 这是5月6号连续 30多年下跌以来的话 新的一个最低的地量 上次每次地量的时候都出现反弹 所以对于这个地量 我认为要密切关注 快的话 近两三天就会出现一个反弹 那继续把你的理由说得更充分一些 来 好的 请主任先看看 我们看看上阵只是五分时 既然从短线 我就先从今天走势五分时 给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五分时的一个走势呢 我觉得大盘其实有一个什么 早盘其实属于什么 早盘其实是属于一个三高的一个嗨盘 而且这个量人是一个连续上松的 那么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一个放量的沙跌 每次都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反弹迹象 那么到了尾盘的时候呢 如果延伸下去了 它也有可以这种反弹迹象 那么这种反弹迹象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它也是一个收敛三角形 一旦这里放量的话 所以说短线就可以出现这个反弹的迹象 这是从短线的角度 所以对于今天这个地量呢 我相对来还是蛮感兴趣的 所以明天一有动静呢 不排除可以加入战斗 当然我们再看看日线图 我给大家再来看看整体的一个过程 这个整体的过程呢 我们一直讲中线 目前是属于耐性等待 短线呢 可以触及一些热点 当然这个短线在触及过程当中呢 没有太大希望 因为最近呢 一直是属于一个横盘缩量的过程当中 这个图是呢 我们画的一个支撑点和压力点 其实一直所存在的 而且它目前特别是按照这样的节奏走 目前这个节奏呢 又进入到了一个什么 又进入到新的一个能否一个探地反弹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呢 其实都有一个什么 突破压力点之后 出现一个探地反弹 因此在这个呢 出现地量之后的话 有可能探地反弹 一个的话 我们刚才从分视图看到了 其实今天的话 这个说了地量之后的话 可以看出什么 依然还在上周二的大洋线之上 也就是今天你如果觉得不好 你可以完全跑掉去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这两三天的话 虽然是下跌的 但是呢 本上资金进出都有 但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银行啊 保险啊 甚至券商啊 有时候会有出击的 所以呢 对于盘面的这个区间 应该说主力是密切在意的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一直讲到 就是说三季度应该不排除 有一波这样的波段可操作的行情 那么去年我们可以看到的 六月底探底之后 七月份出现了一个两周的上涨 那么前年和大前年 其实七月份八月份都出现了 比较好的一个上涨周期 所以呢 今年的话 我认为这个三季度应该也有这个周期 那么目前 其实进入到一个最难熬的过程当中 它就进入到一个转折点 但是这个转折点 我觉得大家需要多一分的耐心的话 应该能够得到这一点 因为最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看这张图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张图是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前期的一个大阴线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五月中旬跟六月初的时候的话 其实当时的话 市场是最恐怖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看网上跟一些朋友交流啊 甚至有些朋友经常会直接来问我 哎呦 这里是要破心地 两千八两年底是不是守不住了 我说这个地方2880点这个附近的话 大伯县附近其实是一个战略要低 应该不会轻易放弃 从目前上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的话 七月份来临之前的话 也就是六月底的时候 它只不过是这一周跟下一周 有些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你们拉着手指一数 全数得出来 说它没有黑电额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认为这里是有预期的 而且在这个预期过程当中 我们再从时间讲上来讲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 下旬的时间节点是17号 21号 27号 也就是这三天当中 如果不出现破位的情况下 大伯县来有反弹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时间节点 第二个 也就是27号呢 是3288调整以来的第55天 那么今天17号 也是新的21天周期的开始 所以小波段跟大波段 在下去会得到一个支撑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目前在这个 这个现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每次反弹之后呢 它是调整一个6天 那这次呢 这次的话 由于这次上涨了 时间短了两天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可以是6到8天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只要短线依然在这个区间 甚至是28352865点 支撑不破的情况下 一定会出现反弹 所以我对这里面呢 还是希望告词大家 在这边虽然去世没有来 但是这个最艰苦的时候 应该耐心等待 抓住机会 好 志峰呢 从技术的一个角度 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尤其呢 最后一段 告诉大家 6天的这个规律 但往往有的时候呢 规律大家都看清楚了 尤其是在电视机面前 跟大家一说以后 有可能会失灵的 这个失灵呢 也许会提前 也许会往后拖一拖 这个实际上呢 就戳穿了呢 就是像戏法一样的 你把它这个公开了 那这个自然有人 要反着来做 所以这一点呢 稍微再当心一点 那接下来呢 要请出老丁 丁卫明 听听丁卫明 刚才为什么得出 这么一个结论 基本上是往下 也是假摔 来 听听你的观点 因为那个最近的盘面 大家都感受到了 走得非常压抑 那么从今年 其实从今年指数4月初 4月初头上 那个3288高点开始调整 对 4月 4月份头上 我们在那个 咱们节目的周末版中 也说过 这里要产生一次回调了 或者说 按照波浪理论来说 第一弹浪已经涨完了 要进行一个二浪回调 那么这波回调的幅度和空间 我认为都到了 但是最难受的就是对 就是袁老师画的红线这一段 一二三 前面的反弹是四浪 那么现在就在第五浪中 那么这个第五浪 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拖沓 第一 它的技术形态上 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形态 收敛三角形 那么上周二 股指反弹的时候 一度突破了一点点上轨 那么这两天的调整 又被打回形态了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收敛三角形 日后反弹 或者说本周 或者说下周 再度出现阳线突破上轨 那么就是反弹开始的标志 也是这个收敛三角形五浪 结束的标志 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 收敛三角形的特征 大家都知道 就是越跌到三角形的尾端 跌幅会缩小 那么我认为 上阵指数下面 绝对的下跌空间 其实并不大 那么为什么会走出 这个收敛三角形形态呢 大家也都知道 进入第五浪以后 发生了很多 那个事件性的影响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 所以股指迟迟没有 那个产生反弹走势 而这些事件性的影响 就像刚才志峰说的也是 大家都有预期了 都有心理预期了 不可能再有什么 节外横置的什么 黑天鹅事件出现 所以在这个形态 整理完成之后 我认为这里还是 向上突破的概率大 那么一旦向上突破 至少是针对 上阵指数3288 下跌到这一段的一个 总的反弹修正开始了 所以大家这里还是耐心一下 因为向下 再度向下大幅破位的概率 我认为并不大 如果要向下破位 那么早破位下去 在之前28 第三个地点2822那里 也不会有抵抗 而是会直接去补 2804的缺口 所以说我们仅仅从 指数的层面上来说 我认为下跌空间不大 如果那个明后两天市场 有一次下跌动作 我也认为是个假摔动作 再配合那个 今天的成交量的萎缩 应该是局部近期的 一个地量水平 那么你可以 空头可以理解为 就是买气不足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是那个空方的抛压 接近于衰竭 强弩之末 我是这样看目前盘 确实 这个咱们都知道 丁维明对鼠浪是 相当的一个精通 那么他刚才提到 现在五浪是走的一个 收敛三角形 那可能换句话说 这个五浪将是 以18浪高中 是这意思吗 不会去像三浪一样的 等长往下杀 这个不会 那么接下来是将会出现 一个大的比反吗 对 那么这个比反 如果从你技术的 一个角度来说 未来会指向哪里 有没有做过测算 如果是比浪反弹 那么我们仅就从 大约就是从282 那个低点开始算吧 最小的反弹比例 在3000点左右 上阵的3000点左右 也就是五月份的 一个缺口的位置 这是最小的 还是最小的 0.382的位置 0.382的位置 那这个比浪反弹的话 是不会创新高吧 目前看暂时不会创新高 但这个反弹如果 以后展开了 咱们再来讨论 好 那这是对上证指数的 一个分析 那应该说咱们丁文明 刚才我也说了 从鼠浪的一个角度来说 是非常精通的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 形态走势来看 至少和它的一个鼠浪 是非常合拍的 这一点呢 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一旦它的一个鼠浪 原来是这样鼠的 结果发现实际上的一个走势 不是这么回事 那回过头来 我们要重新来检讨 这个浪哪里是不对了 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请它来 跟我们来指点一下 哪里 这个曾经是我没有考虑的 一个因素 后来发生了 那接下来再怎么鼠 再来跟它探讨 下面呢 我们要请出江琪 听听江琪呢 对这个市场 你为什么听起来 还是挺乐观的 来 其实已经震荡了一个半月了 从5月头上到现在为止 30个交易日 对市场基本上就在一个 非常狭窄的一个区间里面 做一定的一个震荡 主要其实讲到几个问题 其实最近一个阶段 或者说在后面两周里面 其实市场的一些事件 其实是比较多的 包括本周 其实也有美联储的一期会议 对吧 包括周五 其实罗素这边要 把A股纳入到全球指数 包括下周 其实也是有些事情 包括那个7月份 还有那个科创版的事情 所以说其实 进阶段一个是事件上的 一个情况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我认为是存在一些 事件落地之后的 一个变盘的一个情况 然后其次呢 为什么说是偏向于 这次会向上突破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会偏大一些 其实也是一样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就是我今天带了一个PPT的图 其实主要是想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个其实 大家去看一下 每一次的一个地量 其实很巧 这波回调到现在为止 你去看 每一次刷新前面 最低的成交量的时候 都是阶段性的一个 低点的一个情况 而且前三次 全部都是创新低 创了新低 然后开始反弹 同时又是最低量 其实这一次 已经是打破惯例了 打破什么惯例 这次没有创新低 对 这其实是已经是 打破一个惯例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第一个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是要比前几次强 前几次虽然说是低量 但是它是新低之后的低量 然后开始反弹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打破惯例的一个情况 但是市场第一 就是说低量之后有反弹 这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前三次 它都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没有过前高 这是第二个 我们需要得到 高点也是逐渐下移的 对 就是说它低点 确实是每一次创新低 每一次出低量之后出反弹 但是反弹都是没有 去突破前高的一个情况 这一次比之前好 是因为没有创新低 但是是不是过前高 我们也是在后面的一个 反弹过程中 需要去做一个观察 所以说这是我认为 短期市场可能是需要 关注的一个 偏右侧的一个信号 然后另外一个细节点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像最近一个行情的 一个情况和一月底 就内部细节和结构上面来说 和今年的一月底 当时起动环境之前的 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看 两个市场 或者说是上振50和中振1000也好 上振指数和创业板也好 很明显是出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 小票其实最近阶段 是跌的是比较多的 而相反50什么的 其实基本上是没怎么跌 或者说是一个盘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其实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当时是平安 茅台 先走起来 然后当时在中振1000 中振500创业板 是商与减值的一些问题 当时出现离波连续的下跌 跌停板每天都很多 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 也是类似 其实很多小票 最近阶段每天跌停板 其实也是比较多 然后中振1000 中振500 要比上振50 中振100来的弱很多 所以说其实内部的一个 结构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在后面一个阶段 在50也好 上振指数也好 突破一个前高 或者说是走出这样一个 盘整的一个区间之后 很明显走出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 小票的指数 后面其实也是走了一个反超 甚至是强度要比 权重来的强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目前其实我觉得 主要的问题 其实还是要等到权重指数 先做一个突破的一个确认 然后后面对于一些 油自类的品种 或者说是散户的情绪 就是市场整体的情绪 才能有所激发 引发市场的一个 全面性的反弹 所以说现在只不过是权重指数 先做一定的气温的一个情况 而对于整个调整的 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波其实总体来说 一个是可以参考的路径 是2010年的10月份 当时创业版推出了一个 前后的一个走势 其实也是一样 3478调整下来之后 2009年 对3478调整下来之后 第一波 后面也是一个低位盘整 盘完之后 再开始慢慢慢推的一个走势 还有一段是在2011年的1月底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去看一下 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 需要有一个 持续震荡的一个过程 然后市场情绪转暖之后 就是再开始出现一定的反弹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下跌的末端 或者说是空头摔移企业的 一个末端 然后等待一个市场的一个确认 这是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 像武林指数 他们必须要走强以后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 才能起来 但我们实际上看到近期 一些比较活跃的 好像还是题材 非权重的比较活跃 包括像今天 我们看到明明这个券商板块 从这个消息的一个程度 来分析的话 对头部券商更有利 但头部券商不动 小券商倒反正动 我这样说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信号点 其实是我想说的是强势股补跌 特别是上周五 其实如果说大家如果去盯的话 上周五的跌停板是比较多的 而上周五另外一个现象点是 最近虽然一个阶段 可能每天涨停板加速 可能就达到四五十家 上周五其实中午的时候 我们看了一下涨停板加速 才十几家 我是认为短期 其实是有一些强势股补跌的 一些现象 上周五的所有的跌停板里面 几乎都是近端的热点 或者说是最近都有过涨停的 所以说其实反而是我认为 这样一个信号 其实是我们说调整的末端 经常出现强势股补跌 而对于老元前面讲的 一些短期的热点什么的 其实都是没有持续性 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 没有成交量 可能一个消息一个刺激 然后涨停一下 然后隔天就没什么事情 其实操作难度是很大的 你看上去可能就感觉 就是涨停了会怎么样 其实是没法交易的 其实是没法交易的 好 三位对市场的观点 非常明确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你对今天的市场 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欢迎前往股拍APP 股市大家谈专区 参与评论与互动 每天将会有十位幸运观众 获得价值100元的现金红包 同时我们要恭喜 参与上周五有奖互动的 十位观众 获得了股拍APP 送出的精彩好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周股拍用户留言的 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位 这位观众的名字叫月 他的留言是这样的 月有阴晴圆缺 股市有涨有跌 该追时追 该歇时歇 该休息 休息了 看来他认为这个市场 要休息一下 那么从今天场内的一个观众 嘉宾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情况来看 咱们这个市场 在成交量萎缩以后 倒不是该休息 咱们该瞪大眼睛 看着这个市场 接下来也不会怎么走 并且现在我们预测 这个市场 很可能会像前面一样 成交量说到一个极限的位置 成交量当他笔记太来 再度放大的时候 市场应该是往上走的 那既然如此 我们再来听听三位嘉宾 该盯着哪些板块 才机会更大一些 听听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先请出王志峰 再看些什么 来跟我们投资者做一个交流 好的 那么在三季度新的行情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现在只能主观揣摩一下 就是说三季度有哪些事情的发生 那么对于这些板块呢 我们加以跟踪 其实最近的话 有些板块已经表现了 但是呢 上周开始也有些分化了 所以说呢 我依然把它作为一个观众的对象 我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 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创投板块 第二个是5G 第三个是小巨人个股 先讲前两个 这个创投 我们知道上周的话 有两个大事情 一个是科创板开板了 但开板到开始呢 它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那个创投板块和小巨人板块 它是对应的一个科创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可以继续跟踪 第二个 就5G牌照发了 我们原来一直讲 5G要来了 要来了 这次是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冲了一下再回落 但是呢 5G我简单就是 给大家说这样一句话 跟4G对比的话 4G是改变你的生活 5G是改变整个社会 所以对5G的重视程度 虽然华为没有上市 但它所营造的 整个的5G这样的一个生态圈 会带来巨大的机会 所以这里面的一些个股 需要长期关注 那么作为短线上来讲 我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下 今天分化很大 掌定板的二十四十多家 其实各不相同 这个连板的呢 我专门抓住一些连板的 就在这个板块里 我发现呢 有这么几个板块里面 出现了连板的 一是高中转 就是说马上半年报到了 这个年报很多高中转还没实施的 而且它没有连续拉过 所以高中转开始出现连板了 第二个5G 5G有分化 但5G依然有连板的 第三个创投 第四个化工 第五个就其他类的 所以这里面呢 正好有三个 都是符合我们关注的重点 所以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我认为高中转 5G创投 依然是可以关注 当然这些的话 相对来说 过去呢 都属于一些曾经做过的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今天还带来一个 刚才就讲到了一个小巨人概念 小巨人概念的话 它整体上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就是工薪部 它上周的时候 专门要挖掘一些 行业里面的新的细分龙头 那么这里面 它找出的一些标准呢 就是说呢 业绩有快速增长的 发展有潜力的 以及经过培育之后 能够快速成长的 所以它把这三大点呢 作为各个行业的一个小巨人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是一个过渡期 那么我们 我就看了一下 这200多家 大部分是没上市的 还有一部分在A股 或者创业板里面上市的 还有一部分呢 居然还在申报 科创板的 所以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 创投和小巨人 是对标的科创板 因此的话 在科创板还没有上市之前 那么这些小巨人的公司 大约科技型的公司 它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看到上周曾经有 有一个这样的公司 它已经有过连板了 所以这里面 有些个股的话 它还是属于一个 筑底 或者在震荡盘升 因此它如果出现 好的技术 揭露点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巨人公司 可以重点的去挖注 当然作为长期上来讲 如果它一旦能够形成 这样的快速发展的话 那么更加是值得 一个重点关注 所以我觉得 在中报到来之前 大家可以认真挖掘 这方面的新的题材 好 这个志峰呢 是聊了一下 政策题材相关的 一些小巨人公司 包括呢 已经发了牌照的 5G板块和科创板 科创板呢 应该说紧罗魅谷 那天在开板仪式上 我们也看到商交所的 理事长黄洪源也说了 两个月之内会有首批上市 那时间应该两个月 很快就会到 那接下来再来听听 咱们老丁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来跟我们分享 近期那个 近期的操作 其实只要你那个 抓住了热点 紧跟热点 因为咱们都知道 从上中指数 之前的两个2838 起来的反弹行情 指数的反弹空间很小 但是个股非常活跃 那么前面的一条主线 主板无非就是 那个稀图有色 中小巷里面是 自足可控里面 一些的细分 也就是芯片5G 那么今天那个 我想把我的观点 和大家交流一下 主板我还是看好 那个稀图以后的行情 但是这个板块呢 尽量去买 买它每一次的调整 如果你任何一次 拉高的时候 追高都是错的 那么为什么是这个逻辑呢 因为稀图板块 作为我们主板 和中小创里面 两式的板块当中 是非常少的 解放了4月份 所有套牢盘的一个板块 你不论是看 它的那个板块指数 打出了对应 4月份的高点 对 还有很多个股 也都创了 今年的新高了 把4月份 基本上4月份的套牢盘 全部解放 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们可以问问大家 就是资本到这个 就是资金到资本市场来 肯定是着力的 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 对 一个哲理 那么它是不会来当慈善家的 那么这批资金 既然有胆量去解放 4月份高点的 所有的套牢筹码 那么说明 它从底部介入以后 它的目标并不就是 4月份的高点 但是你也同时提示了 不能去追涨 对吧 不能追涨 尽量买板块的调整 那么稀土这个板块 通常是就是调整的 从这一波行情 我的观察 大家也可以对照 稀土板块的指数去看一下 极限的调整 应该是三天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打破这个规律 三天 最迟的是第四天 肯定又会起来反弹了 但是一旦打破这个规律 是不是市场又要 说明这个板块有可能走弱 就是它的极限调整时间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那么还是尽量去买板块的调整 那么这是主板稀土 另外主板中药 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板块 防御性品种 毕竟咱们市场 还在震荡注地中 那么中小创 也就是科技板块里面 我相对还是看好五级板块 因为五级板块随着五级商用开始了 那么对很多以后的上市公司 就是参与五级产业链的上市公司 会产生那个实质性的影响 无论是它的业绩 还是甚至是它以后的技术更新 或者有一些自足可供的一些东西 那么五级产业链 我今天带来一个PPP 就是和大家交流一下 五级产业链 它其实主要分为这七个小分类项目 五级运营 也就是一些大的通讯运营商 那么五级主射北 五级小基站 天线绿波器 包括光线光纜 光气键 五级应用 那么这七个细风的 产业链的细风行业里面 我个人比较看好是 一个是五级主射北 一个是五级主射北 一个是光气键 另外一个是五级应用 我比较看好这三个细风 因为主射北这一块 它参与的建造商 日后机会会很多 而光气键和五级应用 大多是操作系统上 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江琪 听听江琪 最近一段时间准备怎么操作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操作的思路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 我奉客的话 应该之前是紧跟市场 对吧 但是其实现阶段 最近一个阶段 基本上操作上是没动 就持股为主 理由其实前面也说了 一方面其实确实 整体市场的一个成交量 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下 很多东西都是今天大涨 明天大跌的 或者说是持育性 基本上是非常难去操作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能选的票实在是越来越少 和成交量有关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基本上一般来说 都是日均三个亿以上 成交量现在低了 日均两个亿以上 其实真正活跃的一些品种 其实是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目前成交量 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说可操作的一个难度 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总体观点 因为前面已经定性了 一个是可以看到一些 强势库的补跌 包括市场地量 是认为后面 预期方面 是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我们从操作上来说的话 最近一个阶段 唯一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逐渐是把一些低弹性的品种 往高弹性的品种去转 就是说从之前一些指数基金 或者说一些ETF 其实主要是考虑到后面的一个小票的 一个反超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是一个预期 然后短期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我认为第一个是不断在创新低的东西 包括这一次 最近几天指数虽然说调整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是不断在创新低的 这些东西可以要稍微回避一下 还有一个点 我对稀土农业和黄金类的品种 可能是偏保守的一个观点 因为它们上涨 可能是某些事情的一些 悲观预期导致着上涨 一旦市场真正开始反弹了之后 这类东西可能是走反向的 好吧 就提醒一下 好 谢谢三位 把自己的一个操作思路 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今天请来的场外嘉宾是张继能 听听张继能是什么观点 来有请 两市今天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震荡 那从整个上证50的走势上来讲 目前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 所以我认为上证指数最终也会走出 一个温和的震荡上行的走势 但是由于短期的利空并没有出进 所以市场在这里还有一个震荡 整顾的这个调整的需求 那从操作上的话 目前我会以一个底仓的这个思路 保持在东西部的这样的一些建筑股 和一些汽车股之中去持有一些底仓 然后等待这个市场利空出进的时候 再进行一个加仓 同时关注半导体板块中的一些个股 等待利空出进再进行一个加仓的操作 好 欢迎回来 马上进入有看头来了板块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姚中元 大家都知道现在客专版已经开版了 那接下来上市的步伐越来越近 那么结合市场盘面的一个情况 听听他的一个分析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那今天市场再次出现了低量 很多投资者心里就一句话 在这个地方激烈的行情当中震荡 习惯了 涨也涨不高 跌反正也跌不升 还不如不看盘 但是我们认为 当下市场当中 可以做一部分的适度低息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当下市场当中是存量资金博弈 如果等到开出的这样一个放量阳线 你再去介入的话 往往市场当中 你就去追高了 就跟上周二的市场一样 放量阳线出现 你追进去 那短期就被套了 那不如在这个地方 在缩量下跌的环境当中 找一些可确定性的一些方向 去做低息 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张PPT 其实前面厂内嘉宾 王志峰也讲到了 科创版近期 关于他的一个落地的消息 越来越近 那未来的科创版的这样一个 影响程度的时间周期 还是在的 那我们可以也看到 在科创版的这样一个 技术走势图当中 很明显 目前它的一个风险 收益比十分良好 我们从30分钟走势图上 可以看到 目前它的一个点位 在一个箱体的低点附近 出现了缩量 同时呢 如果这个地方开启反弹 它的第一目标位 就是在箱体的顶部 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 箱体的突破 那未来就是向上方的 这样一个前期高点 去进行迈进 那所以它这里的 未来潜在的空间 就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 这个地方出现风险的话 也没关系 箱体跌破 那你就先减仓 所以呢 像这一个板块当中 它的一个风险 收益比 目前是恰到好处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建议大家关注 科创版当中 目前已经有9家审核的上市公司 那这9家当中啊 已经有6家是过会的 还有3家是在正在审核当中 它所对应A股的一些 上市公司的名单 其实我们也梳理了很多 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方向上 去关注的话 那不妨去看一下 正在审核的3家 所对应的一些上市公司 它是属于哪些情况 那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PPT 近期还有一个 就我们前面老远远说到的 轻薅速 轻薅速我们可以看到 在15年的时候 就有一波不错的上涨 就是当年图悠悠 获得诺贝尔奖的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资金关注度极高的 这样一个板块呢 目前是突破了 前期的下降通道 那这个地方需要去注意几点 今天轻薅速板块 我在看盘当中发现 有一些个股呢 是借着利好出货的 还有一些个股 在低位出现了横盘 但是资金是介入的 那需要去关注到 哪一些在这样一个 特种要板块当中 它有轻薅速的概念 同时呢 又有资金流入 又具备启动信号的 这一系列呢 也是要去我们在 轻薅速板块当中 重点关注的 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去 扫码屏幕下方的二位码 来看一下哪一些品种 最后再说一个 具备短期操作的 一些技术逻辑 来看下一张PPT 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期 3288点回撤下来以后 有一些品种 已经是在低位横盘了 那这个横盘当中 一定要去关注好 这个地方 如果有两个风形成的话 形成一个双风填骨的 这一系列走势 它未来出现突破之后 中间的这样一个 筹码稀少 那对于未来上涨空间 就会更有利 那其实跟我们前面 场内嘉宾所关提到的 也是有一点 异曲同工之处的 那也一定要在操作当中 好好注意好 这一系列筹码的 这样一个分布 好的 今天的技术讲解 就讲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 交换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市场成交量 又出现了一个 低量的一个水平 应该说关注点 就在这个低量 之后到底是怎么变盘 那我想这个问题 已经投资者朋友 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来看看答案 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燃气宝宝提示您 发现燃气泄漏 请打开门窗 关闭总罚 并立即爆修 燃气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大盘持续上涨 却总是踏不准板块热点 等到大盘下跌 却又经常会割肉出局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紧跟热点风口 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 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 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 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周密布局 而且他擅长捕捉 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 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 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 短线悬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 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 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 当下好股吧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对于今天再次出现的地量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又是如何来看待的呢 大麦茶 虽说现在的A股 处于弱势之中 但是地量的出现 说明了调整 已经接近极限位置了 如上周二一样的大阳线 也会随时出现 不过大阳线 可是大家减仓 或者是短期落贷的机会 我们也是欢迎 有更多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说一说您对于 近期市场的整体看法 接下来把时间 继续交还给袁建新 没想到吧 这个结果 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们小编跟我说 你猜猜看 我结果猜偏了 偏得很离谱 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来公布一下 在创地量市场竞技日 能否出现 类似上周二一样的大阳线 两个选项 A选项 能49% 必选项 不能51% 居然差不多是 一半对一半的结果 有意思 有意思 结合盘面 未来几天 瞪大眼睛来看看 好 看一下留言 硅谷子 他说上周二 阳线的高低点 是判断后 是最好的标准 明天是周二阳线 后调整的第五天 也是一个小的时间窗口 个人更倾向于向上突破 幅度是量能而定 老法48 他说 大盘今天再次地量整理 我认为这里没有反弹空间 大资金出来之后 不愿意再介入 九盘必跌 只有向下才能打出反弹的空间 稻草能说 从K线组合的美感和成交量的变化来看 我认为还是有一次快速下跌 并且极有可能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 下跌目标位2700点下方 我还有下方两个字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是问江琪的 他是刚刚听了你的分析以后 马上打过来的 他说你刚才提到的强势股的补跌是调整末端的信号 那对于这些补跌的强势股 你觉得我们可以去抓一些反弹吗 还是稳妥的去买上升50呢 来 我认为大部分不能 大部分不能 因为一方面是其实近两年 特别是今年和去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行情里面很多票都是基本上一波流 一波流 涨一波或者说是完全倒一字 你可能看看涨得非常好 然后后面直接下去 而且跌幅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非常多 第二个就是说成交量 还是成交量 因为很多票其实成交量非常小 你看它涨很 你看K线图可能它一连串的阳线 所以每天成交量可能才几千万 一两千万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花多少钱 或者说是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大资金里面在里面做的 只不过是可能偏向一些是装股 所以说如果说是能做的话 我可能是认为这里面有些品种是贴着成分股指数 或者说是我们甚至为蓝筹也好 或者说业绩好的也好 这类品种我觉得是可以 而对于50方面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长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这边我周末也看了一下 目前50的市盈率市净率 在历史上的一个位置 是处于历史非常低的一个估值的水准 但是从短期来说 后面一个阶段的一个反弹定性来说 我是认为弹性票的一个机会要更大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 现阶段我可能操作上 可能会把一些ETF权装的东西 换到高弹里面去 好 实际上江崎的意思很明确了 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成交量的萎缩 弹性越来越小 但是一旦这个里面的能量再次放大的时候 市场的弹性又来了 那市场弹性来的时候 你去追逐一些弹性小的东西 那你就肯定吃亏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那我想其他的朋友 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 也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发过来 那包括对于市场当中 另外一些你关注到 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交流 我想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的目的就是股市 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问题 等到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 市场也许我们就可能抓到一些热点 好 接下来我们稍息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明天是什么一个情况 来 阴冷的雨天 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 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 别忘了传递下去 传递温暖的雨 很赞哦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欢迎回到由学习炒股的 视频APP股拍 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上股拍APP 看专业视频直播 交流投资心得 再一次陷入地量调整的A股 明天又将何去何从呢 接着就来听一听 袁建新的明日抢弦报 明日抢弦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是冲高到了 五日均线左右 开始再次出现一个回落 午后呢 横盘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垂头阳线 但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是在前一周的周五的一个 收盘的一个点位上方来横盘的 2900点上方的一个压力呢 今天从市场上冲的一个结果来看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有继续探明底部的一个需要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月线周线是转多 日线呢是转空 是相互之间比较矛盾的 观望为主 就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876到2898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很明显开盘的第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 有冲击上方的一个分时均线 但是压力比较大 又回了下来 回落以后呢 也不去明显的去创新低 而是表明下方呢 也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所以目前呢 上下两难 等待方向的一个明确 这个支撑 从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现在有转多的一个趋向 在分时上的 同样保持一定的一个观望 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开盘以后呢 想要去冲击五日均线 但是看起来呢 走势是落于主板 力不从心 最后呢 收了一个数量的阴时之心 回落寻趋势 寻走支撑的这个态势 还是比较的明显 有再次前低 1400点左右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呢 它这里周线呢 是空头趋势 要比上阵的要差一些 参考的波动期间 1433到1456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全天呢 被五小时均线所压制 一路向下 尾盘开始有走平 如果主板明天能够起稳的话 有望走出一个 双底的一个结构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再来谈谈明天该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股拍独家冠名 更深的期待 更广的胸怀 更多的共享 更美的未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时代 共享未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好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发现投票的一个结果 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可见市场的一个关注度 对目前还是很高的 那么想今天市场当中 有一个板块 是券商板块 因为早间的一个移动 然后下午又有移动 那像这个板块 我想听听几位嘉宾的一个看法 先请出江崎 像这个板块 你好像经常也保持 很大的一个关注度 对 你怎么看 首先其实近阶段的话 小券商 特别是券商板块 利好的一个预期 其实比较多了 包括护轮通 包括后面的科创板 其实对它都有一点刺激 而近阶段 其实小券商走得比较强 其实我们看起来 它主要的一个情况是在于 在北厢那边自己 其实我基本上把 学生里面的 更深的期待 更广的胸怀 更多的共享 更美的未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时代 共享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